家中无字化,不是通卫人,被称为通卫县乡。 通卫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,地处黄土高原,曾是国家级贫困县。 民众生活艰苦,但当地人始终铭记,一等人忠诚孝子,两件事读书更甜的古训。 现年71岁的车运亨,从父亲教他写字,到如今自己教小孙子写字,书画的传承已有四代。 在那里,我们也没有大笔写。我们就有些饼,饼去做成毛笔,做成毛笔之后,有些红土,红土抛出水,外面放入房子。 有的时候,能转写车,这么大的方转,要转到线。 写完之后,改了之后,掉下来之后,还抛出这些。 至于我记得,我爷爷说,仁义子啊,金满银啊,我舅子啊,未义精。 他说的意思就是,别人给孩子都留的是钱财啊。 在他里说,给孩子给一本书,让他在这个学习啊,我到现在还把这个话记得很清楚。 如今,书画进入了通卫的学校课堂,车了一天,也选择让孩子接受更专业的学习。 在通卫,书画的练习已经成为了孩子们的日常。 我身边写书法的朋友将近有一半左右,然后我们在学校上书法课的时候,经常也会出大传小传这种类型的文字来考对方,这是什么字。 车运亨一家,只是通卫书画文化的缩影,良好的发展环境,使书画走进了通卫的千家万户。 通卫县意图书画文化产业发展,民众的生活也富裕了起来。 通卫书有家中无字画,不是通卫人之说,全县现有书画创作人员一万多人,其中中美协会员十二人, 中书协会员四十六人,审美协会员八十六人,审书协会员一百零四人,前后有八百多位全国文化艺术界名人来通卫进行采分。 月行国际书画村画廊林立,现有金银画廊两百八十家,年书画交易额达十亿元左右,为通卫书画产业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